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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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陶鸡公 我到实验了 因为小泽3月1号开学 今天是27号 所以我今天到实验来接他 还是跟上次一样 他姑姑把他送到实验 我一会把他接到了 晚上我们坐车回武汉 来到实验感觉这边好冷啊 真的好冷 而且这边雾气比较大 山城好像就是这样 现在他们还没来 说是小泽晕车 所以开的比较慢 我看我在哪里去晃一下吧 等一下他们 这就是最近几年新修的实验的高铁站啊 修在一个山里面 外面很 哎 外面就是 没有以前那种实验老火车站的感觉 没有什么高楼 一出来感觉是 这是实验吗 其实从这里到市区还是要搭迪士的 或者是坐公交车的 转一转熟悉这附近啊 感觉也没什么好熟悉的 山 除了山就是路 除了路就是山 虽然我们实验是山区 但是修的路还是蛮宽的 看到没有 双向六车道 而且中间还有很宽的绿化带 就是昨天啊 就是昨天还是前天 据说实验还下了雪的 前两天收养那个唐妹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武汉的气温还是二十多度 没想到前两天实验还下了雪 而且还是很大的雪 是暴雪那种 我在这个东站走 发现这个楼梯的这个防滑这个条子啊 居然是硅胶啊 或者是胶材质的很软 这样的话确实能够达到防滑的目的啊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 这个很科学 我觉得 感觉高铁站附近也没什么好晃的 还是到市区去吃早餐 我早上上火车的时候还会吃饭呢 今天是入穴的高峰期 所以路上出现了堵车 这条路是连接市区到高铁站的 平时并不怎么拥堵 但是今天却发生了拥堵 这是开到了一个小路上 也发生了堵车 出租车实施单 服务费0.8元 这年2.650 前程 找早餐还没找到啊 跑到了实验的万达这里啊 据说这个万达生意很好 实验市区的好多人都喜欢到这里来逛 我也进去逛一下 还是一样啊 卖黄金的特别多 这好像是万达的特色 好 谢谢 再一次感谢 精不精彩各位 让我们再次送给小飞命 让一些讲述可以吗 好 各位大器的礼物秀 金光闪闪 再加上大托尾 让我们的小飞命 张显女王封闪 粉色的裙子 张显小美女的共助器具 小仙女封闪 逛了逛万达 这边早餐没吃 去了一趟肯带鸡 在肯带鸡里面吃了一餐 还送了一杯珍珠奶茶 看一会儿给小泽喝 我在外面再等等他们 终于接到小泽了 小泽 作业写完了没 好像第一本是我写的 第二本是我也买了 有28也是我写的 然后其他的都是我也买 好多叔叔阿姨 爷奶奶当过两个姑姑 爷奶奶跟你写的 奶奶没写 好多叔叔阿姨好久没看到你了 来给他们打声招呼 我在这么多面前的人 我打不出来 打不出来是吧 接到小泽了 现在我们在酒店里面 那个因为是爷爷奶奶 还有她姑姑送小泽下来的 他们今天晚上估计就不回去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在这里时间住一晚 最晚明天再回去 一会儿晚上六点的时候呢 我就跟小泽去赶火车 就回武汉了 他们今天晚上住的是武当山国际酒店 这房间已经开好了 小泽离窗户远一点小泽 小泽离窗户远一点 小泽离窗户远一点 你是小孩别扒在这里 这是窗外 下面是一条河道 湖北实验农商银行 我奶奶爷爷呢 奶奶爷爷 奶奶爷爷呢 嗯 他们在隔壁房间 宝宝 这个酒店多少钱呢 327 这么贵 嗯 包早餐的 小泽我们马上回武汉了 你开不开心 一点不开心 为啥 不想回武汉是吧 我想回就是 就是要上学了 因为他们一早还没吃饭 所以我们来到了武汉这个步行街 实验这个步行街 这里面有好多好吃的 我不知道我爸还要去哪里 街上好多人 我们到汉口了 哎呀中间是不是感觉跳得很快啊 是的 因为中间 我们在实验逛了太久了 后来误了火车 后来是一路风驰天车赶上火车 哎呀就别说了 全程都是在赶 所以就没有拍中间的视频 现在我们回去 吉伯还等着我们呢 小泽你这么喜欢 拉手机箱吗 小泽很喜欢推手机箱啊 他不让我拉 他要自己推 他们刚从汉口站里面出来 你说啥 速度太快 大特不 ر 他妹不认识小泽 他妹不认识小泽 他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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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泽 这是小泽 我把火关了啊 我这一大小泽 他妹不认识小泽 湯妹 湯妹 来来来来 这是小泽 来来来 给你看一下 这是小泽 小泽这是湯妹 这是小泽 不要叫啊 湯妹 湯妹 这是小泽 我还有没有鞋 那你就穿这红色的拖鞋 这是小泽 不用怕 别叫 呵呵呵 过来来来 来来来 以后又装了红尺 先把你的树花放这儿 湯妹真开心 好大 灯打开 嗯 好 来来来 正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给湯妹新买的窝 好快一点 哇 湯妹好开心 哎呀哎呀 嗯啊 来 湯妹还没打针啊 所以不能跟她亲啊 小泽 也不能 你也不能摸她 因为她喜欢舔人 她喜欢舔手 真乖 唐妹真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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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唐妹的窝 要添一百天才可 这是她原来的那个片片 我们为了让她更快的适应这个窝 所以就把以前那个片片 放到她的窝里面 因为因为这两天还非常的冷 所以我们在窝下面还买了一个电热毯 这是电热毯 这是电热毯 这是电热毯的开关 可以控制热量的 现在已经开着在 把窝放在这个电热毯上面 它就不冷了 唐妹很开心 刚才叫呢 是因为她不认识小泽 我一向小泽臭脚丫 小泽 小泽他把你的味道闻 他闻到你的味道 确定是你的味道 你在回来的时候 活着一跟他玩 他都不会 小泽马上我们会给唐妹打针的 打针之前你就不要摸他了 好吧 也不要吓唬他 明天上不上学 明天不上学 明天你要把作业补起啊 你还那么多作业没做 唐妹为啥都会 我一回来他就死叫死叫 因为他不认识你 你跟他还是第一次见的 是的 好了 我去给你们还有一个菜 箱子 你在炒菜是吧 我要炒菜啊 我给你打电话 箱子已经搬过来了 在哪里 没什么东西 我待会儿收拾吧 你们赶紧洗手吧 哎呀哎呀 唐妹真乖看 唐妹 怎么了 我走 是的 他给你 他要闻你的那个味道 都去洗手 你们俩都去洗手 好我们都去洗手吧 小子 对 都去洗吧 鸡婆已经炒好了两个菜啊 马上我们就开饭了 顺便给介绍 顺便介绍一下 唐妹的狗碗也到了 这边是喝水的 这边是吃狗粮的 唐妹喜不喜欢你的狗碗 还有啥菜呀 我给你们煮了一个 煮了点圆销 家里没有那个 没有狗碱 拿去吧 这是我的是吧 嗯 好 小子吃不吃米饭 不吃不吃 那 你刚才还在 你刚才 你还不吃 你刚才在火车上 你还要点火车上的 那个套餐 你居然现在回来 你不吃 你在 小子给你吃饭 小子 快吃饭 我的饭 这鸡婆洗的泡霉 没有 那为什么就吃完了 你洗手的时候 打肥皂了没 打了 一定要打肥皂啊 那小子放圆了 坐这儿坐这儿 好喜欢吃泡霉啊 不知道为啥 小子从农村回来 好像 脸变黑了 变成个土额了啊 土额 把那个手拿起来 在冷的桌子 又开始拍照 又唱 这是你的一碗 汤圆 我不想吃 你吃吧 我真不想吃 我我我我 我等下再吃太烫了 太烫了是吧 跟你加烫糖 小子咋变成红脸蛋子了 感觉从高原来的一样 草原来的一样 可能是那个火车加压吧 火车上很热吗 嗯 哇我们差点没赶上火车 还在数物 最后一班火车 我们是跑着赶上的 别人不让我们进 然后我们说好话 说上车会苦掉的 妈妈为啥 为啥疼没事 后来呢 上车不过了 后来上车又没座位 二等座 一等座都没有座位 等于说是你昨天买的票 就是没有座位的票 我买的票是有座位的 但是我们完完忘了 没赶上那一趟 只赶上了最晚那一趟 我们到了之后 跟我们原先买的那一趟 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了 我们就说进去 看到时候再补票 上了车之后还好 然后那个乘务员美女说 可以赶钱 就是之前的票还可以抵押 然后再补钱 一等座二等座都没票了 我看小泽只有商务有座 我看小泽这么小的小孩子 我也不忍习 所以就改钱的商务座 其实省内也还好 省内也没多远 洞破高铁还是快多了 我今天早上六堂妹的时候 就是你说的那个位置 他应该是闻的 闻到了 然后他就在那个位置 拉着尿 然后反正大便小便都上了 我把他的时间走了 然后今天晚上的时候 我不是又出去遛了他一圈吗 他拉了 而且还是去了同样的位置 是的 那位女士就说 他位在外面拉 是的 早晚 今天还遛的时间蛮长的 晚上我还去买水过来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这个人比较忙啊 好了 拜拜